大家好,有时候我们养这个长寿花就发现它这个花色不是很艳 但是各种方法都使用上了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花色 尤其是给它使用了这个菱甲元素之后,它的这个花色还是不够艳 那么这些元素吸收不够,那么它这些花色自然就会暗淡很多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长寿花它的根系活性重新唤醒呢 让它吸收足够的元素,让这一个花色更艳呢 其实给它补充一种肥,就可以让它这个根系的活性重新焕发起来 那么这种肥料的话,就是这个植物钙铭肥 钙铭肥有什么作用? 这个肥料的话,主要是促进这一个植株对氮磷甲元素的吸收 而且还能够补充一些微量元素 这个钙铭肥,它主要就是含有钙和铁、铁、棚、芯这些微量元素 用来养这个长寿花是可以提高这个长寿花全面的这些硬性条件的 让这个长寿花它的活性更高,它的根系更强 那么它自然就能够吸收更充足的这个铃甲元素 去让这些花朵上色 那么这种肥料应该怎么使用呢? 像这么大一颗长寿花的话,给它用上半个克勺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水里面,给它吸湿,溶解之后 再给这个长寿花浇灌就可以了 一般的像长寿花,花色不够硬,吸收不上这个铃甲元素的话 给它用上两次,基本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如果你也遇到这种植物,它开花之后 这个花色不够硬,各种方法都用上 都没有效果的话,那么不妨试一下这个钙铭肥 能够刺激这个植株它的根系 让它吸收更多的这个铃甲元素 来达到这个花朵上色的几个效果 好,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d it 谢谢大家